前分两种 一种投资一种消费 别乱花 有一些钱 比如买投资理财的产品 一定是投资 买房子 就算你自用 它也有投资的意义 但是买车是消费 买衣服买帽子都是消费 吃饭全是消费 花完就花完了 租房子也是消费 不是投资 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他的前男友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男友出了首付的钱 买了一套房 女孩子特别开心 把装修全给干了 装修是什么 消费 接下来的几年 两个人一起还贷 然后分手的时候 那你能把装修 从墙上凿下来吗 不能吧 你能把房子搬走吗 不能 女孩就走了 算净身出户吧 这不是渣男不渣男的问题 这是没分清楚 花出去的这个钱 到底是投资还是消费 所以如果当时两个人要决定买房 应该一起买这个房 要装修 要一起装这个房 这是公平的 一定要跟自己的孩子说 钱花出去 有投资 有消费 当你往外花这个钱的时候 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路径 不然有的时候把这个钱花完了之后 你就非常后悔 肠子都清了 尤其恋爱期的女生啊 咱不做那个手心向上 跟人要东西的人 但是 在做这些花费的时候 一定要公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别再来 关注